居屋2022有七大屋苑 北角企華園肯定是會爭崩頭的 因為它location最正 不過火數得那麼少 選不到又怎算好呢 不怕 接下來這兩個屋苑都是有這麼正的 因為它有效網優勢之餘 還有團馬線優勢 兩個屋苑這麼類似 可以怎樣選擇好呢 我們今次跟大家實地考測一下 第一站來到啟德活力池牆 老實說 當我說啟德活力池牆的時候 我都覺得有點中二病 究竟這個名字代表什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今天介紹的新居屋啟恩苑 就在這個池牆裡面 現在航拍片所見的地皮 就是啟恩苑的位置 物業由兩座組成 合共提供1840個單位 面積由186至448呎之間 售價就介乎124萬去到479萬 平均尺價8530元 近年啟德區發展成熟 環繞啟德站南有六個思路項目 而啟德站以西和跑道區也陸續發展 尺價隨便高達24000至25000元 如果還原折前價 啟恩苑的平均市值都不夠17000元 其實真的挺吸引的 雖然它叫啟恩苑 但是它近的就不是啟德站 原來就是宋皇台站 首先你在這個宋皇台站A出口 我們走過來就已經看到那個屋檯的範圍 我們目測看大約一步 可能五分鐘左右 不過先戴著頭盔 因為現在全部圍了板 我們沒有辦法跟大家做實測 所以將來它起好了才可以作準 宋皇台站這裡都有六幅用地已經規劃氣樓 原本是沙中線的工地 本來是打算建私樓 但是政府都決定改劃為供應房屋 現在畫面閃閃閃閃的啟恩苑就是其中一幅 啟恩苑預計樓高40層 提供大約1840個單位 佔新一期居屋總供應量大約2成1 但是論面積 最小單位只有186呎 細絕7大屋苑 而且是比政府所說的最低人均居面積280呎還要細 但是好諷刺的是 正因為開職勢 所以售價也相對便宜一些 最便宜單位是124萬起步 所以論供款都算輕鬆 如果你是六表買家 首持大約11萬就可以買到啟德樓 八表買家就首持17萬已經可以了 重點是嗎? 月供5000多元 部分康城的車位租金都不止這個價 最貴單位又是怎樣? 初步售價只是479萬 八表一成首期 月供19340元 但是不用通過壓力測試 這點都算是無敵 啟恩縣輪近鐵路站 今年首季沙中線過海段通車時 還可以直達中環和金鐘 加上圍處34區名下網的優勢 我們預測都會計算 小小的啟德河道 日後都會美化 兩旁會加一些零售面積和茶座 另外都會保留附近龍津石橋遺跡 至於消費點也都不斷改善 環繞啟恩縣四周都有充足購物設施 連接宋皇台站和啟德站的地底 就計劃興建地下購物街 而屋苑向東的就是南風的SI 現在都已經看到外形 都接近落成 日後有70萬呎零售面在購物商場裏 預計有超過160個購物 餐飲和消閒商戶 而再遠一點就有SOGO雙子塔 將會落成全新的崇光百貨 至於向南的啟德體育園 亦都會有大型日式百放EONStyle進駐 購物肯定不成問題 如果你要賺食也可以經宋皇台站的地底通道 步行前往九龍城 那裡就有大量住民食店可以讓你選擇 當然,始終啟德是新發展區 選購啟恩縣的同時也要注意幾點 因為項目由宋皇台站延伸出來 地底下方就是鐵路保護界限 長遠會不會要住戶攤分維修費 而令到管理費相對高昂一點 這點都是未知之數 而其次四周發展後的景觀變化 准買家都要注意 因為這是啟恩縣的最大缺陷 由航拍片高空望下去 兩座物業分前後兩排 原地盤邊界排開 目前周圍都仍然是平地 但日後都會陸續興建公營房屋 包括啟恩縣左右兩邊的用地 都會被房委會和房協用地包圍 其中樓盤以東的用地 房協已經說明會用來興建資助房屋推售 預計都會有1800個單位 至於另一座物業向東北和向西北方 同樣都會有發展 根據大綱圖 幾幅用地原本說作商業用途 但最後商業用地需求低 政府就決定改作住宅發展 換言之啟恩縣向東、向西和向北的單位都會扭望扭 啟恩縣最優質的景觀 只剩下向南的單位 就是比較接近啟德體育園方向的單位 體育館最高高度是46-70米 所以高層可以負陷啟德體育園之外 還可以遠眺跑道區的住宅 以及觀塘避風塘一帶的海景 但是最奇怪的就是 南面最外面的兩個單位 就是B座12和13室 開織竟然扭向東西兩邊 只是有房間的一個細小的側窗可以望海 反而旁邊的單位 就是B座8至10室 以及15至17室的中高層單位 才可以對正海景 有時政府的管理很難理解 總之一句到尾 不要以為現在景觀開陽 實際日後啟恩怨的景觀其實是很壓迫的 雖然景觀就不行 但是交通和生活配套都是很完善的 已經可以看得出他的升值潛力 今時今日的香港想找個安樂窩一點都不容易 就算找到想住得安心滿意 有時都未必到你作主 加上意外的東西隨時都會出現 分分鐘令你的物業、家居財物 甚至乎個人物品亡受損失 無論你住的是自治物業還是租用物業 蘇黎世自選家居保險計劃 都可以為你提供全方位保障 除了高達125萬港元 家居財物保障之外 個人電子產品 更加是由屋內保到屋外 每部手來電話維修費 最多可以Claim到2500港元 而每部Tablet和Laptop 最多可以Claim到5000港元維修費 如果放租業主不幸遇上租霸 蘇黎世家居保 還有個專為業主而設的Plan 為業主提供每月高達2萬港元的 租金損失保障 最長可以賠足6個月 即使單位臨時需要電力維修 整體喉甚至開鎖等 自選家居都可以提供24小時緊急家居支援服務 業主放租就可以放得更加安心 聽到有點全面 幾乎有去到邊保得邊 想料一切多 邀請大家可以選擇 涉及自己的業主保險 或者住戶保險 Click we in description box 中的link 可以即時安打投票 而成功投票會送你6個月 segue DisneyPlus 留家抗議時都可以娛樂一下 連同香港歡頻12個月的家居歡頻計劃 總值超過2300港元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不要錯過 具備團馬線概念,其實還有一站之隔的碼頭角灌山縣 到底應該怎樣選擇呢? 我和Roy現在就和大家坐地鐵去感受一下 第二站我們就來到土光環的灌山縣 它的位置就是在高山劇場對面 它最近的鐵路站也是在土光環站 距離來說,由D出口出發就是最近 不過就要橫過那一條七峽道北 如果你不想過這條大馬路,就最好在C出口那裡過 雖然距離遠一點,不過也不用過這條大馬路 我們現在就實測一下,由D出口去到屋苑要多長時間 實際上一出站口,離遠已經可以看到地盤的天程 所以屋苑的交通都可以說是十分方便 除了鐵路交通之外,和很多舊區一樣 土光環這裡的六路交通都非常完善 無論是土光環道,馬桃圍道,或者七閒道 其實都有很多巴士或小巴線可以過海,去九龍各區 甚至乎去新界都有 所以住在這裡的交通配套也不用擔心 不過這裡也有一些舊區的通病 就是這裡繁忙時間會塞車 但是現在因為有鐵路線開通了,所以這個也不用太擔心 在巴士站再向前走大約半分鐘 就已經來到紅綠燈的位置 橫過七閒道北之後 現在看到綠色帆布的地盤位置 就是灌山縣 扣除剛剛我在巴士站口水多過茶的時間 從D出口出發到屋苑 前後大約只需要三分鐘時間 灌山縣坐落紅磡高山道和山西街交界 一共有495個單位 面積由281至447尺之間 初步建議售價就介乎188萬至364萬 平均尺價就大約7680元 跟啟恩怨一樣,同樣有屯馬線的優勢 也一樣位於34下網 但因為最小面積是281尺 比起啟恩怨的入場面積足足大了100尺 所以推高了入場價到188萬 而最貴的單位就去到364萬 如果買入最便宜的單位 錄表的買家手持19萬資金 而白表買家就要預約28萬左右 月供就介乎7000多元至9000多元之間 如果谷友來不及看清楚這個供款表 也可以去到我們的官方網站 wuchaprop.com.hk 那裡會有詳盡攻略和七大屋苑的模擬景觀參考 而除了供款有出入 兩個盤的其他地方都很相似 例如跟啟恩怨一樣 灌山怨地盤東南的地底 就設有沙中線鐵路保護區域 日後灌山怨住戶 需不需要攤分它的維修開支 而令到管理費特別貴呢 現在都是未知的 而且交通和生活配套也十分方便 灌山怨最近可以去到土瓜環市正大樓買送 只是如果要去到大型購物商場 就要坐車去到黃埔或啟德站 不過兩者最大分別是 灌山怨位於舊區 啟恩怨屬於新發展區 所以碼頭角灌山怨的規劃 肯定沒有啟德區那麼整齊 大家聽到我身處的位置非常之吵 這一點正正也是灌山怨的致命商 因為你看到我們後面灌山怨 其實跟天橋東九龍走廊 和七涵到北都是非常之近的 兩條都是主要的降渡 非常多車也非常吵 所以即使灌山怨最低層的單位 是佔高過天橋 很肯定一定會被噪音所影響 所以這一點也要注意 根據規劃大綱 灌山怨需要在地盤面向七涵到北 和山西街方向分別預留20米和5米的距離 同時也需要進行噪音緩解措施 究竟什麼是噪音緩解措施呢? 聽完可能你哭出來 按照平面圖 灌山怨向東南的單位 即是面向東九龍走廊的單位 除了客飯廳主要的窗 需要用到減音窗外 外面更加要連接一個減音露台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自己可以走出露台 無阻擋地望窗外的景觀 好悠閒地探杯咖啡 你這樣想就太天真了 我們參考上一個曾經採用減音露台的新居屋 也就是東涌的如太苑 你可以發現這個減音露台的底部 是一個密封的石市場 而頂部就是有鐵槍花的減音窗 站在這裡喝咖啡 相信你只會有鐵槍邊緣的感覺 好了好了 以後有好日之過 而且客飯廳的減音窗要用六角時才開到 可想而知單位的通風是有多差 另一方面 露台兩邊就有隔音期 那就是什麼呢? 你就當是突出來的石仙外牆 也是減音措施之一 但兩邊都有牆圍著 意味著太陽很難照射入屋 到時單位只會陰陰沉沉 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這個減音露台是需要計算進去實用面積的 所有單位的減音露台面積就介乎33至41呎 以灌山縣平均尺價7680元去計算 你要勾25至31萬去買這個闊2.35米 甚至有76.5厘米 連單人床都難以放下的鐵籠 那如果你想拆的話 Sorry 這個是按照地契要求的裝置 一拆立即為例 所以我們很肺腑的中谷各位谷友 灌山縣盡可能都不要選5至11室 而除了靠近東九龍酒廊有噪音問題之外 再遠一點就會有一堆舊樓 沿著榮光街一帶 都是市建谷的大規模重建範圍 其中土瓜環道和榮光街的重建計劃 預計在2032年之前 會重建為420個住宅單位 而它的核准高度就是100米 以至土瓜環道和榮光街的後方 市建谷還有四個項目一併進行招標 最快會在2026至2027年落成 可能會阻擋灌山縣以東南中低層單位的遠景 如果選擇灌山縣後排的單位 也就是望向樂民新村方向 政府亦都計劃等珍善美村重建之後 就會重建樂民新村 這一邊長遠都會受到舊區重建的沙塵滾滾影響 矛盾大對決 既然兩個盤都有屯馬線的優勢 也有34下網 究竟哪一個是優勝一點呢? 當然是啟恩縣 始終啟恩縣就位於新發展區 雖然現在暫時都是一片工地 但未來規劃會比較整齊 長遠環境都會比較舒服 雖然灌山縣交通配套完善 但位於舊區 重建規劃肯定不及啟德這麼利落 起碼道路交通問題 不能在短時間內解決到 所以論升值潛壁呢? 論近豪宅群的啟恩縣 你已經可以提高一線 你們會怎樣選擇呢? 不如在留言告訴我吧 如果你問我 當然抽中什麼都糾衝 畢竟這個是一生人一次的機會 百單的中獎機率是非常低的 另外如果你想看其他居屋的分析 以及最全面的居屋申請攻略 除了去到我們的官網之外 大家也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按旁邊的小鈴鐺 好啦,下條片再見,拜拜 你tes急合提,接 숨進家 现在飓航就封信只要抱離任何門 leich機制呢?